马桶的构造 上完厕所,马桶要冲水 你有想过,马桶是如何把脏东西冲走的吗? 冲水后,为什么还留下一些水呢? 马桶底部的水管呈U型设计 冲水时,水箱的水往下冲,使水管充满水 充满水的水管会让你想到什么? 没错,就是红溪现象 充满水的水管加上出水口滴于水面 这时脏东西会随着水流冲走 这就是红溪现象的应用 冲水后,依据联通管原理 水管内可以保持一定的水位 以隔绝臭气,这就是马桶的构造 这就是马桶的构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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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马桶的构造 感谢观看